布立桃園医院的12A病房原先被归列在低风险绿区 但却在1月24号传出有两名确诊个案来自12A病房 这也不得不让指挥中心将发生感染的大楼都视为红区 并启动强化防火墙让匡列对象增加到5000人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程式中 在接受苹果新闻网专访时 首度在镜头前透露案889这名从布桃转出去的病人 是如何被其他医院找出来的 其实那时候学习他自己是没有自觉的症状在 那只是医师在问他说 你今天太太怎么没有来 那太太身体不舒服所以今天没有来 我怎么样不舒服 他说好有一点发烧的样子 那医生警觉现在马上去马上赶快量一量 他们的护理人员其实他马上全副武装 立刻把区域区隔开来 然后就把他再带来做检验 检验就为是阳性 桃园医院群居感染造成19人确诊 疫情还一度升温向社区扩散 外界甚至曾传出 城市中会被换掉 大概报纸要换我比较多吧 有时候蒋航看这预想都是这样 也看不到镜头 其实是让别人来做做看 其实也不错了 那个时候是有一度自己很累累到 就是说没关系要看什么做 看谁比较厉害这样 不会我战斗力是很强的 就是两个平行的思考 陈时中日前上节目中曾提到 桃园医院群居事件对他而言 有如真刺一下的感觉 陈时中会这样形容 主要和案838是疫情爆发以来 首例确诊的医师 尤其案838是一名住院医师 是院内足迹最广的人 也是最容易造成院内群居 基本上一个医院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区域 住院医师的话 那他就等于在医院里面是 是协同作战的人嘛 就是组织医师有需要 也会请他去做一些事情 那护理长这边有需要 也会请他做事 所以他是在医院里面 算是足迹最广的人 所以当我们听到就是 这医师染疫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是严重的 所以必须要提高相关的警觉 陈时中也说 这波疫情能够控制得住 都是因为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是相关的一个清空跟移动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划定这个所谓的红绿黄区 然后在红区里面第一个时间采 另外在针对全院的医院在两天内提出一个 在全院里面其他部分需要采检的人的一个计划 那那个计划里面 当然后来经过专家的审视 然后就把一些可能觉得比较没有必要的 就把它排除开来 继续地面相关的一个计划 最后的一位是相关的 能量不必要的 但每个人都给你做的 最后一位是相关的 这个人都给你做的